思路上空的新使者 艾斯卡尔艾莎 是南航新疆分公司的一名乘务长 2012年8月参加工作 至今累计安全飞行8600多小时 从乘务学员到初始新乘务员 从乘务员再到乘务场 他繁忙的身影出现在万米高空的机舱里 成为思路上空的新使者 艾斯卡尔艾莎在飞机上工作 2014年 艾斯卡尔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交通礼仪大赛 获得赛会最高奖项最佳风采奖和控成类一等奖的好成绩 2018年他参加了拿行客舱应急演练 取得了理论满分 时操团体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赛后了解此事实 他说 乘务员的第一职责就是保障客舱安全 让旅客们开开心心成绩 停停安安落地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有意义呢 艾斯卡尔艾莎 在国际客改货包机航班上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艾斯卡尔第一个报名执行急难险重任务 2022年3月 面对需要接受14天医学观察期的国际客改货包机航班任务 刚刚结束上一次包机任务的他 艾斯卡尔第一个报名 克服重重困难 全力保障航班的顺利运行 并认真将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注意事项和工作进行总结整理分享给同事 两年多来 他六次参与执行国际客改货航班任务 参加集中飞行4次 累计隔离156天 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付出者 前面是9次参加设计的8次参加